快看玉石 哇这里也有 悬崖宝寨玉石遍地 谁敢向它竞价值三百两黄金 相当于现在三百万 它位于秦巴古道的起点 几百年前就筑齐高大的城墙 它的主人曾是当地富商 有崔 杨 曾 兵 张 郑 朱军 近债之路位于绝壁之上 并设有坚固堡垒 百年来无人进入 现在随我利用专业技术 一读悬崖宝寨的真容 我的个天哪 这个漂亮 现在是利用的绳索 在这个林间穿行 探险不是冒险 以前的人在这里摆放的台阶 用这些石头累积起来的 感觉是越来越近了 现在在悬崖边上 是做好了专业安全的保护 不用担心 小北那边也是做好了专业安全的保护 看到那个前面就有一个石门 一幅当关万空没开 这个下面就是垂直的崖壁 在这个岩缝中间长了一株过山龙 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它的果实 非常的香甜 在这里可以看到右边是它那个石门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空隙 它是用山河土和石头给它垒起来了 里面看得见还有插的木棒 做的那个镰金 我们要从这个石门这边过去 看一下这个地设是很显要的 现在做好了安全的保护 到达了石门这里 咱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开凿出来的长方形的孔 然后这个门前长了一些景观树 这个是黄羊木 然后看一下这里 你们觉得这是水泥吗 我看着也很像 其实它不是 它是我们古代建筑工艺里面的山河土 它是用糯米浆啊黄泥啊 还有这个生石灰 给混合搅拌而成的这种 可以说非常的精妙啊 这上面是用这个石头 金雕细琢出来的这个门梁 然后这里是门柱啊 下面有一个门槛 里面应该还有门栓孔吧 对非常大的两个门栓孔 这里有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那边还有一道门 真正的寨子呢 就在我手指的那个方向啊 这边是出入这个寨子 唯一的一条路 现在我们过来了 从这个寨门进来啊 咱们先看这个城墙啊 这边是射击堕口 六万口 它从里面大呢 外面小的这种横截面 是梯形的啊 好看 在里面呢 可以任意的变换角度 但是从外面来看的话呢 它是非常的隐蔽啊 这城墙大概有两米高 这边还有一个渡口 到这里呢 就变窄了啊 可以看到这个上面 它是用这个木头做的横梁 承担起上面这个墙体的重量 跟我们现在建房子是一个道理啊 在这里呢 就能够看得见 我们在无人机里面拍到了这个城墙 这个藤蔓里面 有一个小石门 不晓得是不是一个暗道啊 咱们怎样进到这个里面看一下啊 我现在做好了专业安全的保护啊 这小石门呢 就在我的右手边 现在我已经成功的到达这个小石门里面 这边是在它本来的掩体上面 开造的这样一个凹槽啊 但是这边呢 这个凹槽 它是在这个累计的石墙的石头上面 开造的这样一个槽子 可能是用那种比较窄的木板啊 这样这个样子卡进去的 这里面的空间并不大啊 也就 4个平方有没有 估计不够4个平方 哇塞 在这里就可以给大家拍摄一下这个 正在生长的 种子齐啊 看得像巨石的形状一样 非常的漂亮 好 非常嫩啊 这个 这个里面可能是一些小动物啊 在这里生活过 本来是以为啊 这个里面呢 有暗道通啊 在这内部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 没有暗道啊 现在就只能从这个外面进行强攻了 这个是古老的中入石器上面 哇 前人在这里开造了一个孔洞 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用了的 在那个位置还有一个 这很明显是人为开造出来的 这样两个洞洞 哦 可以看到 现在我已经接近这个 城寨的顶层了 马上就从那个洞洞里面 装进去了 哇 现在我终于 爬到了这个洞口啊 哇 我这里进来好艰难了 哇 一点一点的 蠕动模式 开启蠕形模式 哇 终于进来了 啊 可以看到 我现在正式的来到了这个寨子的内部 城墙内部啊 是 垒了一个大台子 这边有一个小走道这样下去啊 这是什么 树胚碗底 嗯 一个碗盏 嗯 这个应该是明朝时期的东西 手掌这么大 从里面来看呢 大概是两米高 咱们看它这个 石头啊 建筑的还是比较有美感啊 这里仍然是设计舵口啊 从这里往出去 其实在这里的话 就应该是一个料往口 啊 有谁能够攻得到这个位置来呢 基础半崖中间 哇 下面好像有一道门 咱们来看一下 哇 那个上面有一块石碑 那里有一块石碑 这墙上还是有这种圆形的孔洞 这边有一个椭圆形的 好处是洞啊 这里也打了一个洞 哇 这里还有一块石碑 哇 这个上面的字机非常的清晰啊 显峻而更为绝境 金玉 扑舍 起 这个是个什么字 于荒针断脊之中 创始图兴 于巅严 绝风之上 不为其力难 智者乎 熟义有智者 四进成 四进成也 自二年东 文楚乱 有崔 杨 曾 丁 张 正 诸君 纠集 重信 共 多少人 没说多少人啊 然后呢 这边有 其间 祭废 三百余金 也就是说这个碑文记载的这个大致的意思呢 就是当时为什么修了这个洞寨 是哪些人 集资啊 多少钱修了这个洞寨 然后看一下这个旁边有一些水坑 应该是一个水井啊 到现在为止呢 上面还有这个水滴滴落下来 哇 这个就漂亮了呀 这个我们在贵州的莲花古洞 看到过这种 可以看到这个水滴的地方呢 是一个窝窝的形状啊 但是里面有这种绿盈盈的颜色 真的是好漂亮啊 这里 哇 看一下这里面 里面有这种翡翠的颜色啊 嫩绿嫩绿的这种 然后这边还有火货的颜色 哇 这个真的好漂亮 上一次碰到这种场景还是在 上一次 开个玩笑啊 是在贵州的莲花古洞 这里面是三河土 给立起来的一个挡墙嘛 这里面被破了一个阁的哈 有可能也是一个水井 现在呢 咱们往这边走一下 看看里面 有没有深入的洞道 哎呦 一抬头没有了 但是这个洞顶上面有非常多的 正在发育的额管哈 大家看 基本上是没有被破坏 太震撼了 这个寨子 在这个岩壁上面呢 到处都是开凿的这种孔洞 有可能当时呢 是做了一个木制的阁楼 在这个里面 哇 在现在来看啊 如果是住在这里面 也是非常的惬意吧 在这个里面 确实发现了非常罕见 而且很漂亮的场景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